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3月17號 兩地通關 內地旅客再來 當中混入了一些奇怪人士 近日網上多區的網民紛紛出帖 指在街上遇上一些依著光線講普通話的年輕女子 以遺失銀包不見電話為借口 專門要求藍圖人接濟 要50至100元的販款 有人見到他們問完一個再問一個 而是一些騙財手段 有大律師表示這些人雖然只是騙取幾十至100元 但已經構成行騙 有地區閣 幹事也指 收到不少街坊反映 類似情況 希望警方加強巡邏 截查可疑人士 擊退新手黨 對於這一集的消息 Simon 估計 騙子的機會率是相當高的 甚至乎這些騙子 背後都肯定是集團式經營 背後應該是有些集團計算過 年輕女子這樣的情節 最容易短時間之內 欺負香港的平均收入的可能男人 給他一個怎樣的金額 香港一餐飯原來是五十一百左右 這些是有人計算好數 所以這些我自己覺得是騙子的機會率相當之大 當然可能有些善長人翁都會說 可能真的遇到這種人 十個可能真的有一個是 真的需要援助 需要幫忙的呢 儘管真的抱著這種心態也好 我自己覺得遇到這種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幫他報警 如果他是騙子的話 很大機會已經是立即走路了 厲害的可能跟你說 你給錢我吃了飯之後 我自己去報警 這些都是多餘 提醒大家 如果他真的錢又不見了 證件又不見了 電話又不見了 去報警 警方看到他飯都沒得吃 都會給他一些基本的幫助 所以你不需要特意給他飯吃 最實際的做法就是幫他報警 說到尾 如果他真的什麼都不見了 他都要找警方去處理證件的東西 所以他真的是這一種 不見了東西的女客 大家最實際的做法就是幫他報警 在下則的消息 成節昨天的影片 是說起那個 葵方國的 叫做兇殺案 案情開始浮面 昨天都提醒過 昨天那些可能是以 傳為主的 可能會有變動 去到今天 比較仔細的消息 開始浮上桌面了 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昨天網上討論區 就流傳一張 在2020年間 那名疑空被人公開追溯的鋪 鐵文者聲稱是認識疑空 被騙去大約3萬7千元 結果一去沒有回頭 鐵文還附上兩人的對話內容以及轉帳紀錄作為證明 有關的鐵文內容當時疑空自稱是加拿大回流的富二代 因為跟母親吵架而離家出走 回港自力更生發展 但是因為市道不景失去工作 並且以此為借口向當時人借錢 就說跟母親妥協了會寄10萬元給他 想借錢給他住酒店先 沒夠多久就說自己不見了銀包 不見了證件又要再向人借錢 後面又說自己病等等 向不同不認識的受害人借錢 借口都是一樣利用大家的同情心 另外媒體還報導說到 根據警方深入調查 分別向疑空的家人 疑空寄宿的那個女性有人的家 以及真正身份的那位女朋友 文華 發現疑空滿口謊言 而且難倒成性 曾經因為賭波而欠下50多萬的賭債 多次租人上門追溯 家人一度幫他填債20萬 不過令人想不到的是 疑空曾經是一名乖學生 只是因為中學學業遇上挫折 而走上歧途的 有疑空的中學同學就表示 曾經和疑空是在荃灣區的同一間南校就讀的 記憶當中他為人正直 更加曾經擔任班長 志向是考入大學充實自我 但是之後在DSE文憑市當中失手 成績未如理想 畢業之後性格大變猶如另一個因 經常向人借錢 而他考入的恆生大學入讀一年 亦都退學 疑空起大約2017年間 就被家人趕出門口為由 多次向中學同學借錢以及借宿 結果因為借錢不還而被朋友疏遠的 根據了解 這名性五的疑犯在絕學之後 開始沉迷賭博 當時他爸爸就不幸患上癌症 家裡的積蓄 原本就留給他爸爸醫病 但是都拿了二十多萬 幫這名疑犯填他的賭債 但是他沒有改過 繼續沉迷賭博 並且偷走父親醫病的錢 他媽媽忍無可忍將他趕走 自2019年就再無聯絡 而這名性五的男子就在2019年反修例期間 就走了去Telegram手足群組內 廣結人員 聲稱自己因為反修例事件而被趕出家門 希望有手足可以收留他 之後就認識到姓蔡居住在葵方各單位的這家人 最終就收留他 一住就大約三年 整件事件連同討論區 說他扮副二代借錢不還一事 即是男兒反治離開中學校門之後 就一直以借貸到日 之後逐漸遭到身邊的親友同學疏遠 最終為錢走上不法之途的 再下一則是烏克蘭戰場的消息 在一陣亂槍掃射之下 烏冠在當地時間11日 就在前線地區用AK-47部槍 擊落了一架中國製的雲輪5無人機 這架民用無人機被改造升級 變成武器 經過拆解之後 入面更發現台灣及加拿大的零件 外國媒體報導指 被擊落的廈門雲輪智能公司 製造的商用無人機雲輪5 由於能夠在阿里巴巴或淘寶等網站直接購買 因此又被稱為阿里巴巴無人機 在網上最高售價15000美元 折合大約12萬港元 據悉 這間廈門雲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在2017年成立的 專門從事無人機的研發和生產 特別向工業用戶提供專用的無人機平台 可以配備完整的先進控制電子系統 還能夠與最先進地面站同步運行 畫面顯示這架無人機墮毀後機身碎裂 機臂也有清晰彈洞 護棍也展示附近地區出現的一個坑洞 他們說這個坑洞是他們引爆無人機所搭載的44磅炸彈後 造成的 報道指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民用無人機被改造升級武器化的最新例證 有退役英國陸軍軍官表示 這架武器化的商用無人機並未有搭載攝影器材 似乎不是用來偵測 比較可能是用作非引導式的炸彈 發現這架無人機進一步證實了 俄羅斯不是全世界預期的軍事超級強權 還說到這些看起來是非常粗糙、簡單、技術不先進的方式 所展開的行動 不過有顧問公司軍備研究服務的主任指出 俄烏兩軍都在戰場上有使用這類中國製無人機 莫斯科去年12月底也曾指責烏克蘭部隊 在一次過出動7架中國製雲倫5無人機 襲擊克里米亞目標 但7架無人機都被俄軍擊落 廈門雲倫智能公司坦承被擊落的無人機 的確是該公司的產品 並且表示這件事深感遺憾 強調不容許無人機被用作作戰 並且正在盡全力阻止 報導還指這架無人機的其他零件箱 還包括台灣伺服器製造商MKS MKS發言人表示 部分無人機製造商會搭載它們的伺服器用於軍事用途 他們說我們對此並不高興 這是違反公司的使命和願景 除此之外 這架無人機還有加拿大製的零件 對於這則消息 有些媒體簡介說到 烏克蘭發現一款可以搭載炸彈飛得更遠的無人機 首度出現烏克蘭戰場 CNN追查發現這一款無人機產地是來自中國的 對此有網友留言說到 不是首度出現烏克蘭 其實烏克蘭一早就買過雲輪去改裝 飛去炸克里米亞 因為美國無人機太貴了 除此之外 Simon 亦都想提醒大家 某些別有用心的媒體 標題和簡介 往往就會強調這架飛機的軍事能力 以及它的產地來自中國 但是又不去說這架飛機其實是民用飛機改造而成 又是為甚麼呢? 我真是比較天真 想不明白了 接下來看看短訊 法國國民議會在當地時間星期四 原本將會投票表決退休改革法案 但是由於政府擔心未能掌握多數 因此在開議前宣佈動用憲法第49.3條 強制通過法案 政府此舉引發強烈不滿 不單止反對黨猛烈評擊 原本支持法案的議員亦表示不滿 而各大工會就已經宣佈 將會在3月23日舉行全國大罷工 大約7000人 在當日隨即聚集在巴黎協和廣場 參與未有事先規劃的示威 警方之後施放催淚煙 距離現場 在下則 美國籍谷銀行倒閉消息 近期受到全球關注 日前有美國媒體爆料 他們的時任CEO等一系列高層 在倒閉前兩星期拋售股票 套現離場 最新有英國媒體進一步爆料 他們的時任CEO已經坐了頭等艙 飛去夏威夷度假 報導說當他的客戶還在擔心 什麼時候甚至能不能拿回他們的資金的時候 直谷銀行的前老闆就正在夏威夷別墅享受陽光 報導引發網友對CEO的批評和諷刺 有人批評說 這是相當典型的失敗後的銀行家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有多少人被判刑呢? 同樣類型的人現在還在掌權 直谷銀行倒閉之後 一些加密貨幣銀行也相繼倒閉 導致銀行股紛紛暴跌 當中第一共和銀行是受影響最嚴重的銀行之一 標普全球之前就將該行的信用評級 下調至垃圾級 第一共和銀行的高層最新亦都被爆料 提前套現離場 最新資料所顯示 今年以來第一共和銀行的高層等內部人士 就出售近1200多萬美元的股票 好啦,今天的消息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另外影片的朋友記得留名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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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